如果爱情都是这样 谁还会恐婚啊 冯芳丽和盖瑞是一对相差6岁的跨国姐弟恋 男孩在19岁时对女孩一见钟情 赌上一切来到中国 她在我们未来还没有完全确定方向的时候 就赌上一切过来了 因为我是20岁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飞机票蛮贵的是不是 所以我买了我的车 还有另外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好可以帮我来中国 就是我的生活 我在泽国现在没有生活都可以买 在中国开始是经典的 最感动的一件事情 至少我遇见过的人 没有一个男生可以做到这一点 好勇敢哦 在盖瑞还有24小时离境时 才办好了结婚证 她不爱看镜头就爱看她 我的媳妇她真的是我的媳妇 一个男人的爱体现在行动 而不是甜言蜜语 从第一次见到现在我们系列时间 她每一天早上一定会给我做一杯咖啡 我不一定喝 但是她还是每一天都会做 在岳父问到生命问题 尊重她的想法 因为是她的身体是不是 她要生一个孩子 她要生两个孩子 生三个孩子 就是她的身体 不是我的身体 所以听听她 盖瑞处处都为方黎着想 即使在被告知可能没有孩子 她依然坚定地说 我的身体不适合生小孩 我没办法生了 就怎么样 它可以把妈妈接到中国来适应她的生活 我爱你 我爱你 最开始我们不一定知道是你的问题是不是 那我们看看是谁的问题是不是 也 可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去看看 好温暖 她永远在往自己身上来 这种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 对 永远给女方 不是带着压力 她可以把妈妈接到中国来适应她的生活 而不是让她回德国 谢谢 青年子 我可不可以把我婆婆接到中国来 对 谢谢 我爱你 笨拙拗口的中文却都表达了她最真挚的爱 无论你的角色是朋友 伙伴 媳妇 还是以后是孩子的妈妈 或者其他人和身份 我都会支持你 但是最重要的是支持你成为自己 李 Cary只唱了半句歌词 方丽就直接内奔 爱就一个字 爱就一个字 哇 哇 哇 这个是她聊的时候自喜欢 所以我想抱她 No I don't want to stop I want to hold you 爱就一个字 爱就一个字 当她唱完第一句的时候 她后面没有唱接下来那一句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嘛 但是她每天都说 在一起七年 Cary的爱从来没有变过 现在差不多七年在一起 我还在爱你 我在每一天 你的公司会爱 我还在一起 如果你陷入狂风暴雨 同样远嫁的李承轩 力气微甘愿当家庭主妇 社会的人会觉得 女生应该在家 男生应该要在外面拼 我们家的情况是烦的 我多少还是会有压力的 其实我觉得她也很勇敢 对 我也要男人做出这些东西 其实也很勇敢 很勇敢的 两人的价值观也完全一致 尤其是对我丈母娘 我会从她的立场想 如果我是她妈妈 我看我女儿 范围思考 一直在外面工作 我女婿天天在家 我多少还是会心里卡 我并不觉得 在家里面操持家务 带小孩是一件清新的事情 在外奔波的人 你是顶梁柱 但是如果你这个顶梁柱 没有家里面这个支撑的话 你顶不住